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两颗心却那么不同 抱在一起做不了同一个梦 爱恨来去像一阵风 以为伸出手可以相容 两颗心却那么惶恐 刚彼此都伤得那么重 还有什么残留心中 你以为握紧我的手不会松 两颗心却那么不同 抱在一起做不了同一个梦 爱恨来去像一阵风 以为伸出手可以相容 两颗心却那么惶恐 当彼此都伤得那么重 还有什么残留心中 当年咱们结拜的那几个兄弟 现在就剩下你我跟李平了 大家把你哥叫做金算盘 把你叫做银算盘 都说你们哥俩会算计 可是我心里有数 你不会算计我的 就连你哥也是为了护着我才 大哥 那是他的命 就是因为是你哥的命 才可惜啊 大哥 我这一路跟着老六 你说到底有什么事情 非要鬼鬼祟祟 在僻静的巷子里谈呢 等他们分开以后 我还亲眼看见那人 进了日本特高坑楼里 那肯定是个日本人 大哥你说老六私下里 跟日本人打交道 你不觉得有鬼吗 老四 哥这话真不爱听啊 是老六他 加上老六咱们就剩哥撒了 所以你不怀疑 谁都可以怀疑 我们不能犯疑 兄弟之间犯了疑 这世上就再没有人可以相信了 大哥我告诉你啊 我过不了 这关必须得过 兄弟之间不能互相怀疑 你向着他 你们关系就要不一样了 接下来就是庆家了 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现在怎么跟个娘们儿似的 还吃起醋来了你 我跟你说 我要是再有个女儿啊 我就让她嫁给你 可惜我就只有段宁这一个啊 大哥说真的 要有的话我也配不上 不是 你听我说老四 你就是个瞎子 你眼门钱就有一个 你怎么看不见呢你 是谁啊谁看不见啊 我 利平 大哥 你回来了 你快说你跑哪儿去了 我就找大哥了 我怕他出事了 你怕大哥出事 我跟你说啊 我明明就快点 行行行行行了 你这 利平 明天晚上到家来吃饭 咱们好久没在一起聚了 大哥 我不去啊 我不去 你敢 不是大哥 我怕玉珍姐 我也怕 他跟段宁在一起老叫兄弟 怕也得去 你叫上义云 叫上丽天 咱们在一起 好好地热闹热闹 好嘞 好 好 到车 好 到车 来 谢谢你精彩了 来 谢谢你精彩了 来 谢谢你 来 谢谢你 你 阿愁 一点 小胖 你 你 给我 vídeo 你 我 厉害你 快让外婆抱抱 外婆 我想你了 外婆也想你 我说今天干吗要去大路吃饭呀 什么特别的日子 没什么日子 可能是大哥想热闹呗 他还缺热闹呢 他想热闹他找白鹿去好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个名字王后 你可不能再提啊 怎么了 分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说什么 是不是真分了 我说你 你乐什么乐呀 我乐了吗 最乐的人可不是我 那是谁啊 就不随人人自罪 你也认识 你得做事 你不得手 他也认识 我认识 你了 我还在人家里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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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 老周 老周 打电话去荣记问问 看上路了没有 争鱼得看时间的 是 阿坤 阿坤 孙小姐 去凯司里买蛋糕 要小姐爱吃的那种啊 是 对孙玉珍而言 这儿是她的王国 段少荣会出去 但总要回来 她是替她姐姐守着 还是为自己守着呢 她期待着 守得云开的那一日 强掌头发 弱掌指甲 人老了 指甲长得特别快 外婆才不老呢 都要去见你妈了 你别这么说 你说外婆要是在 黄泉路上碰到你妈 她能认得出我来吗 这么多年了 她能记得我的长相吗 你们别说了 伤啊 我想你妈 可又扔不下你 我们都走了 你可怎么办呢 那你就带着我 我永远都陪着外婆 不要你陪 你不要我陪 你眼睛都看不见 到时候谁帮你认啊 两眼一闭心里就敞亮了 不用你陪了 戴上我 不戴 我 我 你不戴 我 购 C 外婆 你们谁都不许把我丢下 不丢下 放啊 乖 外婆跟你开玩笑呢 这潘尼西林啊 真是越来越走俏了 我就不相信 他们好过我们的白药 这肘子炖得很真烂 那你多吃点啊 欧洲战场上 伤兵都要靠潘尼西林 才能活命 那是那些眼鬼子 从来没有领教过 咱们中国的白药 可不是 那个宁宁她嫌麻烦 可不是吗 自从有了力天 吃饭都嫌麻烦了 反正老六啊 你看洋人什么都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吧 既然潘尼西林走鞘 我们可以先囤一点吗 之后呢 卖个谁啊 谁都可以啊 共产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嫁高者得吗 要是日本人出高价呢 我说 吃饭让他吃 别老那么惯着他 四哥 通我有意见 义云 丽天 宁宁 咱们先到那个房间去吧 不妨碍他们硕士 来 我都还没吃完呢 宁宁 再开司令给你买了蛋糕 小刘 一会儿把蛋糕放到那个屋里 乌云去啊 丽天 今天下午你去见谁了 日本人 日本人 对啊 日本人 其实啊 我觉得那块料子 真的挺好看的 对了 那个阮林一的电影 她演得实在是太好了 是吧 他们怎么了 你看 阿芳乖 咱们睡觉啊 阿芳 阿芳 我爱你 阿芳不哭了 不哭 都不过去了 阿芳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打你这巴掌吗 他先动的手 是他先动的手 但是老四对你下家伙了吗 我急了 我是防卫 这叫做防卫 他是两个拳头对你独臂啊 还是怎么着 拿刀来防卫 我急了 你是急了 急什么 你心里最清楚 你也冤枉我 最好是冤枉 我满大街找你找不着 没办法 只能找日本人去问 行了 六 别说了 你还是不相信我 男人之间大家稀松平常 但是不能对兄弟兵人相相吧 那我就跟挨打 挨的也是肉拳头 他冤枉我 有我在呢 你向着他 你王八蛋 我谁也不向着 我向的是我们家段宁 段宁跟丽天是啥关系 丽天跟你又是啥关系 就是因为这些关系 我的心已经摆不正了 又得让你在中间挑唆 把那角拉平啊 外婆 我看不见 可我知道你那角一定没拉平 你怎么知道啊 一种米养百种人 你不会做家务的 你刚出生的时候啊 你妈找王瞎子算过命 说你是富贵命 什么富贵命啊 七岁就家破人亡了 那年 要不是外婆冲进屋救了我 我也早就 所以啊 你有后福 你的大运还没到呢 外婆 我不要什么大运 我就希望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地在一起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你要是真的只求这个 那你就回来 别去上海了啊 回来嫁个人 找个归宿 谁敢娶我 哪个敢娶我呀 一安呢 那么多人给一安介绍 一安都不要 他在等你呢 镇上的人都知道 一安他爹已经去世了 外婆 今天天真不错 我帮你把所有被单都洗了啊 这姑娘可是万中挑一的 人家在城里还读过书呢 这家事啊也清白 这次呀 您家一安要是再不满意 那我可就真没辙了 安排见个面吧 这姑娘呢也愿意 可就怕您 她条件好 眼光高一点 是合理的 问题是她这一心哪 只怕这宋家的那闺女啊 宋永芳 不是早就离开平城了吗 这不是又回来了吗 回来都好几天了呢 估计这次待下来就不走了 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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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在啊 你把他叫出来 我都说了他不在这里 我也没有见过他 一安 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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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安 别吵了 一安 别吵了 我外婆睡觉呢 永芳啊 我求求你 放过我们家一安吧 我又没有霸住她 怎么叫放过呢 她是因为你才不成亲的 你看 她眼见就快三十岁了 那就是她的问题了 我哪只胳膊也没拦着她 不让她成亲啊 你耗着她 她是被你耽误的 我都离开平城这么多年了 您还想怎么样啊 那您为什么现在回来 你为什么不永远留在上海 不回来 您说的什么话呀 这是我的家 我外婆还住在这儿呢 我想回就回 你为什么不带她一起走 你们家是不祥的 你为什么不彻底走 走得干净一点 说得一点没错 我们家确实很不祥 谁接近了 谁就会倒八辈子没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我们家案头上供着狐仙 卡拉里养着小鬼 您可千万要当心啊 许家妈妈的生辰八字 我可都知道 您是正月十六生的吧 我娘生前 不是跟您是好姐妹啊 你可千万要当心啊 你给我住嘴 怕了 别怕呀 人善添不欺 除非你心虚 我心虚什么 以安的生辰八字 我也知道 他是腊月二十生的吧 你忘了 你和我娘 还一块给我们合过婚呢 你不可以用妖术 来害我们家以安哪 反正我是嫁不掉 我不好 你也别想好过 永芳 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家以安吧 我们许家就这么一根毒苗了 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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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您醒了 方啊 别吓唬人家 谁吓唬她了 她自己吓唬自己 以安是个好孩子 外婆 我这辈子的好啊 早让那场大火给烧尽了 除了我的外婆 是 这个聘礼呢 我们就不枉会要了 是啊 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什么意思啊 父母之命 媒妄之言都行不通了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你们是要退婚 别说得那么难听 当时也不过只是口头上 那么顺便一说嘛 孩子还小呢 都抱在手上 是啊 一岁的时候 你们就来定亲 两岁三岁的时候 来我们家拜年 就说是看你们家的儿媳妇 六岁呢 我们家女婿正值好光景 你们哪 巴不得的赶着合了八字 上门下了聘礼 他七岁那年 我们家遭了大火 从那之后 你们就再也不来了 路上见到你们还躲开 什么时候看见了 我看不见 可我心里知道人情冷暖 知道就不要发火了 那不也是情非得已吗 那场大火又不是他的错 他要是烧残疾了 我赖着你们许家 那是我们不识相 可他没落下什么疤痕呢 你们凭什么退婚呢 你还来横的了 是我们在里儿 当初这门亲事 是你们开的口 那我们宋舟去的聘礼 不是认了吗 你岂有此理啊你 老人家 你也得替我们想想 当年宋家那场大火 不是天灾那是人祸呀 是您的女婿在外头结了院 人找上门来 寻仇来了 再说了 这恩怨之间 了没了还不清楚呢 这不是那么多年都过去了吗 这院要结一辈子的 万一成了亲 人家再过来找我们 那我们活该到煤摊上啊 那当初 我女儿在世的时候 你们还是好姐妹呢 那也提不过儿子亲呀 外婆 我们走 尤方 你要干什么 尤方 尤方 你别走 儿子 尤方 你别去 尤方 尤方啊 是外婆不好 没好好保护你 这么好的一门亲事 好什么好啊 外婆 你不是说了吗 我是富贵民 徐乙安啊 她配不上我 要是你的父母都在 那就更配不上我了 妨 好了 外婆别说这些了 我一会儿啊 给你去炒年糕 外婆哑口不好 吃不了年糕了 年糕本来就是给 哑口不好的人吃的 可香了 等着 四哥 我给你赔罪 你大人大量 爷 你是要杀了我的呢 我先干为敬 我告诉你要不是大哥 你这杯酒呢 应该系在我的坟头上了 啥也别说了 是我错 我连干三杯 老六 你这是在蹭酒呢 四哥不原谅我 我就往死里喝 行了 坐下来 把手给我 把手给我 你的手 大哥 大哥 疼 胳膊手往外拐 就是一个疼子 你这是 疼啊 那你胳膊 好 往里走呢 好 好 好 奶奶 起来给我抱看看 起来 这兔崽子 平时抱女人 怎么那么痛快呢 兄弟俩就不能拥抱一下 抱 抱紧点 四哥 好 这样多好 走了 走了 大哥 走了 我没喝多 我没事 谁谁 我没 我没醉啊 谁说你没醉 你瞧你喝成这个样子 你听我说啊 到了大屋 不许离开 你要觉得无聊呢 就跟你的玉带姐好好聊聊天 大哥 这到底你们要去哪里 为什么不让我跟着啊 没这事回家去 快走走 大哥 上车 等等 上车 大哥 听着啊 别乱跑 送四爷回大屋 好好表现啊 好好表现 为什么非要送他回大屋啊 他不是喝多了吗 没喝多少啊 他要是喝得不省人事了 那还麻烦了 就是因为没喝多 才让他回大屋的 干什么 我没醉 珍姐 你大哥呢 怎么救你回来了 段爷说四爷喝高了 让他先回大屋休息 谁跟你说我喝多了 我没醉 你先回去吧 我让厨房给他做碗醒酒汤 小刘 跟厨房说 给四爷做碗醒酒汤 赶快去啊 珍姐 我真的没有喝醉 你说这大白天的 能怎么喝呢 是我大哥 他只想把我给支开 你是你大哥的左膀右臂 他支开谁 也不会支开你的 珍姐和四哥 可珍姐和四哥 好吧 能行吗 咋就不行呢 珍姐和四哥 珍姐和四哥 对 玉珍跟咱们家老四 大哥 我是真不知道 你是怎么 怎么了 你看着我干什么 高啊 你这一招高明啊 你是想把左膀右臂 都联姻了是吧 乾隆队和珅就是这样的 去哪儿去 你想当和珅 我还不想当皇上呢 大哥 上海滩你就是皇上 你看 历天娶了段宁 四哥再叫你一声姐夫 那可真是天下无敌 高尘不忧了 你这招高明啊 你这招高明啊 真是高啊 伯父 柳儿啊 我还真没这么多贼心眼子 你们要想烦我 我就算把亲妈嫁给你们 拦得住吗 我段少荣 就算是上海滩的土皇帝 那我也是一拳一脚 一刀疤一伤口 自己给打下来的 大哥 我不是这 你就这点意思 已经够瞧不起人了 怎么着 我想立威信 想扶众 还得嫁女儿 卖小姨子 来巩固自己的失礼 我最近 我错了 这条路走到现在 真是太没意思了 谁都不服谁 谁也不相信谁 是 给四爷的新酒汤好了 嗯 醒了 我都睡死了 饿了吗 不 你正在干吗 玩普克呢 嗯 打发时间嘛 就一个人啊 阿昆 阿仲 你干吗 不是 一个人玩多无聊啊 只要他陪你搓麻将 这样才好玩啊 没事 我就不喜欢热闹 一个人挺好的 我那 那我 你要是醒了 就找他们去啊 不 我在家里吧 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我知道 可大哥让我 让我在家等他 还特别交代了 要我哪儿都别去 在家等他 他还说要是真解你无聊了 让我陪你说说话 谁都不负谁 谁都不相信谁 他怀疑我了 半天都没有声音 不是说要换了衣服出去的吗 怎么还没换衣服呢 怎么了 衣服不换了 我刚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吧 千万要小心 是 做得干净点 你放心吧 不能被别人发现 好 我大哥说让我在屋里等他 他还说要是真解你无聊了 让我陪你说说话呢 大世界我也好长时间没去了 这不是忙吗 臣不让四哥一起去啊 这不是有你的吗 让他跟玉珍好好的聊聊 说不定还能摊出点花来呢 臣姐不会愿意的 老四不是挺好的吗 他们俩不是一个道上的人 什么道上的 当年你玉莹姐跟着我的时候 我屁也不是 现在老四不管怎么着是个人物 你人跟着他又不会吃亏 走走走走 这怎么回事啊 兔崽子 老鱼 老鱼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 连个女人都看不住啊 我真没辙了我 我说你 我能用的办法我全用了 能说的话我全说了我 你就用嘴说啊 要不怎么办 我嘴都要说破了我 六爷 六爷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六爷我错了 可是我真的尽力了 杜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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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zetの、面 Waters 我 我 你自己说的 你怎么说我 你经历 你在这儿 张杜阿姨 挤不是連 ask她了 她就好 白 ε 我 我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好了 把他给我找回来 花多少钱 我都不在乎 段爷 段爷 我知道您不在乎钱 可是赵勇放他也不在乎钱呢 我上哪儿烧酒啊 香喷喷的炒年糕 方做的 来 尝尝 两块 三块 外婆尝尝好不好吃 尝尝 好吃吗 好吃 不许吃多了啊 吃多了要基石地不消化 还没吃那就不让吃了 把外婆的胃口吊起来 又不让外婆吃 来 青菜也要吃一点 方 你 你也吃啊 吃点菜啊 谁啊 吃饭的时候还来敲门 不会有事 没事 我去看看啊 你先吃啊 年糕不许吃多了 谀服我眼睛先啊 谁啊 永枫 是我 开门呢 你来干什么 回去吧 永枫 你不要怕 只有我 我妈没来 只有我 谁怕你妈呀 我告诉你 许以安 怕的人不该是我 永枫 你还有事吗 如果没事的话 我跟我外婆还吃饭呢 永芳 我只是想看你 看完了吗 永芳 我们能不能说说话啊 还有什么可说的 再说了 我们俩本来也不是只能说说话 我们还应该是夫妻 我们应该一起过日子 应该生儿育女 你们许家已经退了这门婚事了 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一直在等你 谁让你等我 谁让你那么懦弱地等我 你知道吗 当年你爸妈这么羞辱我 而我还抱着一线希望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你是我爸妈生前喜欢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也只有你 是我跟我爸妈唯一的连结了 我到上海去是不是给你写过信 你知道我住哪儿的对吧 等的人是我 是我在等你勇敢一次 那个时候我爸妈都在 我爸她去年才过世了 所以你等的人不是我 你是在等你父母过世而已 可我是许家的独苗啊 那你就赶紧成亲啊 我可待不起这口实 为什么你性子这么烈啊 我就是这么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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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骗我的对吧 一个大学生怎么能 怎么了 一个大学生就不能 娶我这样一个歌女 许一安 我一直想告诉你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家这么势力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懦弱 如果你生气了 你可以气我 你可以骂我 但是我不相信 如果有这个人的话 那你早结婚了 你管我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在等他毕业 那他为什么不陪你回来 一起看外婆 现在正式暑假呀 因为 因为他要交报告 我跟你说了 他很有学问 他特别爱读书 还组织了读书会 你知道吗 我跟他一块还参与过讨论呢 他不会跟别人一样看不起我 他还教我唱你学生的歌 这有这么一个人吗 他叫唐力天 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他对你好吗 当然了 因为我也值得他对我好 是 去找马路 是 她该是住在这儿附近吧 真不明白 上海探这么多女人 大哥怎么就偏偏喜欢上她了 你没听于经理说吗 这个女孩子啊 听不见前的响动 这是她的伎俩吧 她呀 这个女孩子 可没有这么多鬼心眼子 大哥 你好像很了解她 老六 我问你啊 你说咱们有什么办法 让这树矮点呢 很简单 锯了不就行了吗 这可万万使不得 没烟了 我去拿 老六 老六 别拽了 拽了你没事吧 快追 护着六爷 那您呢 快去 来 六爷 六爷 你没事吧 没事 我知道神前的 怎么掏出火炮子来了 六爷 有活吗 有 你 六爷 大哥没事吧 没事 是 为什么不让我跟着 大哥 为什么不让我跟着 你瞎抄抄什么呀 你跟着又能怎么样 我拿枪逼了他们呀 小的事 别再把断年给我吵醒了 行行行 你给我坐下吧你 好了 没事吧 没事 那个 朕姐 谢谢你啊 没事 不是大哥 我求求你以后别这样子好不好 爱上哪儿上哪儿不让人跟 今天幸好有老六在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上海滩 真有这么多人恨我 分文中想要我的命 大哥 你树敌太多了 大哥跟谁树敌太多了 这马头那块是咱的地儿 虹口大马路都有咱的生意 寻补房租界区咱都打点好了 就算大哥他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他们有什么好处啊 我是碍着什么人的事呢 我死了 这谁落下好处啊 这还用想吗 肯定是 不不不 不会 不会是胖子那伙人 也不会是老铁跟小刀那伙人 为什么 你想啊 咱们想东方 会在我的地盘下手吗 还只用三个人 不用枪 用刀 万一杀不死我 他们可是后患无穷啊 这事还真是蹊跷啊 这事还真是蹊跷啊 大哥 估计是日本人 日本人买同小环果啊 这不可能啊 你想想 那些日本人怎么知道 我今天晚上的行踪啊 日本人怎么知道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 我今天晚上身边有份 只有老六跟着 这可不是一时的起念 这是有计划的 可是这计划吧 又不周想 雇三个小混混来对付我 干什么呀 那会是谁干的呢 死了两个 我说刘 怎么没把他留下活口呢 留下活口也好好盘盘他的底啊 我追上去啊 本来就是想抓个活口 回来问问 可没想到 他躲在暗处偷袭我 我没办法 为了自卫 我只能杀了他 一道了结 死前也没问出什么来 正中要害 一心之下 索取你的好 遥啊遥 遥啊遥 遥啊遥到外婆家 往事遥遥有谁知道 旧梦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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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一身骄傲 管他爱的是多还是少 啊遥啊遥啊遥到外婆家 心事重重谁能明了 结束也好 结束也好 风干了眼角 别把悲伤 留到下一秒